大家好,这里是新秘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还原黑人奴隶制的电影《为奴十二年》 故事发生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 主人公脑黑是一名小提琴家 他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黑人 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恩爱的妻子,两个乖巧可爱的孩子 生活富足和美 可这一切却因为两个白人的到来彻底改变 白人哄骗脑黑去担任他们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家 薪水比他现在高十倍 为了家人能有更好的生活 老黑欣然答应了 告别妻儿后 老黑跟着两个白人前往华盛顿 在一场晚宴中 老黑不知不觉就醉死了过去 等他第二天醒来时 发现自己手脚被铁垫锁住 关在小黑屋里 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老黑要求对方立刻放了自己 因为他是个自由人 而这个男人却咒骂老黑 只不过是个热人践踏的奴隶 老黑反驳 男人就用粗木棍狠狠地抽打他 直到打得他不能发声为止 随后老黑和一群黑人 被押上船送往奴隶交易市场 开始了他漫长的奴隶生涯 到达目的地之后 老黑和一群黑人被当成商品 任那些白人挑选者 最终老黑被奴隶主阿福挑撞带回了家 阿福在众多奴隶主当中 算是善良之辈 对自己的奴隶还是很好的 起码不会像其他心狠手辣的奴隶主一样 草菅人名 因此老黑和阿福一直相处融洽 一次 老黑提出的走水路运输 大大提高了林场工人们的工作效率 阿福对他大加赞扬 并送给他一把小提琴作为奖励 但这一幕被管家二旦看到了 二旦嫉妒老黑比他受宠 因此处处找他麻烦 而老黑最终忍无可忍出手打了他 二旦怀恨在心 第二天趁着阿福外出 找来两个帮手把老黑打了一顿 并掉在了树上 为了活命 老黑只能一直拼命垫脚 在那个黑人比牲口还要命贱的年代 没有人会在意一个黑人奴隶的生死 其他的奴隶们对此见怪不怪 他们只管完成自己的工作 就好像没有看到正在垂死挣扎的老黑 直到傍晚阿福回来才救下他 阿福知道二旦不是一个会善罢甘休的人 为了保全老黑的性命 只能将他转手卖出去 而二旦也将脑黑殴打白人的事传出去 此时大部分奴隶主都不愿意收留 这个已经臭名昭著的老黑 最后只用号称黑人终结者的胡子哥 愿意接手老黑 胡子哥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老黑跟着他 日子比之前更加艰难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去采摘棉花 采摘最多的没有奖励 而采摘最少的会被白人管家用鞭子抽打 后来农场的棉花生了很多虫子 胡子哥认为 这厄运一定是这群黑人奴隶带来的 因此他将脑黑等一幢黑炉 租给了旁边的庄园主 希望这群奴隶可以在那里去掉他们的晦气 然而这位庄园主对与众不同的脑黑很是喜欢 获利让他在自己的宴会上演奏小提琴 并给了他相应的报酬 老黑将钱藏在树洞中 借着出门采购的机会又撕藏了几张纸 然后将树枝削成笔的形状 站着桑胜枝写下一封求救信 他将所有攒下来的钱给了一同工作的白人 希望他能帮自己把信送出去 然而这个白人却在收下钱后向胡子哥举报了他 幸好老黑头脑灵活 编了一个借口将胡子哥糊弄过去 日子一天天过着 虐待 毒打 处死等各种各样对待黑乳的暴行 一幕幕上演在老黑的眼前 慢慢消磨着他的反抗之心 就在老黑已经准备放弃自由的时候 一个白人木匠出现了 木匠反对农立制度 认为黑人和白人是平等的 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 这让心灰意冷的老黑再次燃起了希望 还告诉木匠自己是个自由人 并拜托木匠帮忙写一封信寄到老家 一开始木匠因为害怕被农立主发现一直犹豫 但善良的他最终还是答应了老黑的请求 很多天过去了 正在农场工作的老黑终于迎来了自由的曙光 周长和朋友的到来证明了他的自由人身份 为奴12年 老黑终于可以回家了 影片最后 扩别多年的一家人终于得以重聚 劫后余生的老黑积极投身的革命 为那些依旧处在水生活中的黑人同胞战斗 虽然过程会很漫长 只要不放弃 总会迎来希望的曙光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次见